那至于傅坑奇去北京 会不会弹出一个结果 应该会 但是傅坑奇也有心理准备 说回台再战 所谓回台再战 我就看你们这些绿营车影 要用什么方式批判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 张有话 雷声大喊一点小 只问楼梯想不见人下来 现在总该尘埃落定 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 兼立岳党团总召傅坑奇 4月26号 就是今天 应该会出访北京 傅坑奇这一次的出访 可以说在花莲两次地震以后 他总算如愿 这个过程当中风风雨雨 波折很多 主要是民进党并不乐见 在赖清德就职前 傅坑奇到北京参访 所以我讲 叫做不怕抹红 挥刀出关 所谓挥刀出关的意识 傅坑奇曾经号称之气 叫做傅大刀 他有倚天剑跟屠龙刀 所以我们叫他 叫做傅大刀 那傅大刀这一次 去北京参访 从网络上面 各位看 攻击力道之强 前所未见 那傅坑奇的参访团 有23个 然后降到了十几个 十几个再降到各位数 现在正确的名单出来 总共是有十位立委 陪同傅坑奇到 北京参访 他们在北京参访 按照道理是没有问题 现在傅坑奇烦恼的是 回台以后 会不会泡声融融 因为比照马英九的潜力 民进党一定泡声融融 这个是可以事先预料 但是但是但是 民进党 现在打击傅坑奇的方式 跟打击马英九 是完全不同 因为傅坑奇是区域立委 花莲又两次的强盛 那他们认为说 在灾民受苦受难的时候 你居然跑到北京去 况且是在开议期间去 所以他们非常不客气的说 傅坑奇是去朝贡 但是傅坑奇他很强硬的答复 三件事情 第一个台湾的百工百业 还有第二个花莲的灾情 还有第三个农产品的 外销中国大陆的问题 这一些问题对傅坑奇来讲 都是非常重要 尤其是旅游业 因为旅游业 台湾禁止大陆进入到台湾 也禁止了台湾参访团到大陆去 旅游团到大陆去 所以这个对台湾的旅游业 伤害很大 台湾的旅游业几乎关了八成 现在两成是在嗷嗷待哺之中 嗷嗷待哺他们是 出访中国大陆的旅游团 为救命稻草 虽然不是灵丹妙药 至少是救命稻草 所以呢 他们非常期待组团 我这边那我举一个例 大家一听那就懂 原先台湾是开放大陆旅行 结果民进党把这个权收回来了 就是说六月一号以后禁止出团 各位晓不晓得 在五月三十一号以前 台湾团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肖价竞争 从台湾到商家界 从台湾到黄山 团费已经砍到了多少 已经比平常砍掉了三分之一 现在他们拼命出团 就是说 举例说一个黄山团 他们一个礼拜排了九个团 一个礼拜排了九个团 各位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希望台湾在这一方面 能够取消禁令 那取消禁令 现在中国大陆说的非常的清楚 就是说台湾取消 他也取消 那傅昆奇这一次去 大概就是为了这件事 希望双方都有一个转还的余地 因为毕竟这个旅游 已经关闭了八成 剩下两成嗷嗷待不 难不成你要让他消失于地球之上吗 傅昆奇除了这个以外 他现在应对所谓绿云侧义 他已经表示了他不怕抹红 过去明镜 抱歉 国民岛很怕被抹红 那傅昆奇算是一个异类 这个异类呢 说你们尽量讲 你不管怎么讲 我还是要去 如果这个团到北京参访成功的话 那未来抹红这两个字 就会从字眼上消失 就是说那你不怕抹红的话 反而可以正常教我 傅昆奇现在是走的是这一条显路 但是这一条显路就我所知 包含党内 国民党内 有很多人都有意见 为了这件事 傅昆奇还跟中常委 搞得非常的不愉快 还跟同党同志的立委们 也搞得不愉快 那甚至于 甚至于 他跟党内大佬 也搞得不愉快 他们都 都说傅昆奇 那你抢了个什么投降呢 因为毕竟傅昆奇是有公职 也有党职的 你这个抢了投降 你让后面的党主席 或者是其他人 你怎么办 所以傅昆奇现在去 我说过除了三面甲级以外 你更大的阻力是来自于党内 那傅昆奇也认为 这次去如果我不怕抹红的话 我会帮你们开条路 那这条路你也不用再害怕被抹红 那至于傅昆奇去北京 会不会弹出一个结果 应该会 但是傅昆奇也有心理准备 说回台再战 所谓回台再战 我就看你们这些绿营测译 要用什么方式批判我 他也想好了对策 等他28号 4月28号回到台湾的时候 他也会发表声明 回击民进党的攻击 我说你这些绿营测译 你这些绿营测译 就像是这样的绿营测译